玻璃和非晶固体之间的区别在于 玻璃是经历玻璃化转变的非晶固体 而非晶固体是缺乏晶体的长程有序特征的固体 玻璃是一种经历玻璃化转变的无定型固体 玻璃化转变是材料冷却到玻璃化转变温度以下时物理性质的变化 玻璃化转变温度T聚是材料从脆性玻璃态转变为更具延展性的粘性状态的温度 无定型固体的一些例子包括 1.玻璃 玻璃是由融融物质快速冷却而形成的非晶态无定型固体 玻璃可以是透明的、半透明的或不透明的 这取决于其成分 2.金属玻璃 金属玻璃是由金属元素组成的非晶态固体 它们是透过将融融金属快速冷却到其结晶温度以下而产生的 无定型固体中的玻璃化转变是指无定型固体经历从液态到固态的相变的点 这种相变发生在特定的温度 称为玻璃化转变温度TG 其特征是非晶固体的粘度急剧增加 这种粘度的增加是由于无定型固体中原子和分子的迁移率下降引起的 从而导致材料流动能力下降 玻璃化转变透过改变无定型固体的物理和机械性质来影响其性能 玻璃化转变是无定型固体冷却到玻璃化转变温度TG以下时发生的相变 在此转变过程中 无定型固体经历从液态到固态的结构变化 这种结构变化的特征是无定型固体中原子和分子的迁移率降低 导致材料的粘度增加 与结晶固体相比 无定型固体的优点包括 1. 与结晶固体相比 无定型固体的溶点较低 这使得它们更容易使用和处理 2. 与结晶固体相比 无定型固体的密度较低 这使得它们更轻且更容易操作 3. 与结晶固体相比 无定型固体具有更高的导热率 这使它们成为更好的热导体